街头响起鼓声 欢乐游行才开始 没想到队伍中却突然冒出 这辆红色休旅车 仔细听现场还传来连续枪响 一次有警察朝红车开枪 只是这段目击画面显示 驾驶完全不理会 他甚至直接冲毁路障后逃逸 这惊悚的场面 吓坏附近居民和参加游行的民众 目击现场的暴射实习生还原释法经过 休旅车冲撞人群 事情都发生在美国 威斯康星州沃及下市 当地周日傍晚正举办耶诞游行 原本计划走过十几个街口 没想到下午五点左右 嫌犯就开车直接冲入人群 根据警方最新说明 掌握到至少23人受伤 其中还包含12名未成年的小朋友 尽管一度有外媒报导 至少两人死亡 但警方不愿证实死者人数 目前调查人员已经找到犯案的SUV 也逮捕一名嫌犯 至于驾驶的犯案动机 目前仍在离情当中 TVBS新闻纵不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